你要抓這裡面的資料 比如說我要抓什麼 抓那個title的話 那你就特別注意 就是這個標籤名稱把它放在這裡 它裡面的資料就點test 如果有一個的話用fine 如果多個的話用fine 就OK 比如說底下這個p不只一個 p大概有三個 那如果說我要抓第一個的話 你用fine fine的話他抓到的第一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就hello我的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print它 一定就是hello我的1 那如果說我要抓全部的話 你就用fine all fine all的話再用一個回圈把它分別print 但另外一個方法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我可不可以抓body 對不對 body裡面不是也有三個嗎 那我把body裡面的 裡面的test抓回家說我可以 其實也可以 OK方法很多 如果不是說 我一思考的點不一樣 我可以一個一個抓回來 我也可以把什麼呢 比如說我現在我要抓這三個 我換一個方式 比如說我就抓什麼 抓那個什麼 抓那個body都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body裡面抓回來 如果沒有點test的話 它其實就把什麼東西抓回來 把body的頭腿全部抓回來 有沒有就這一段東西 ok 所以Beautiful Super有點像的吧 幫你把你一定會一個網頁的原始嘛 太多了 那你總不可能從頭到尾一個個慢慢去慢慢找吧 不可能 所以你就抓你要的東西的標籤就可以了 所以它只認標籤 然後標籤裡面的東西的話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點test就好 有沒有然後就直接執行 這就出來了 有沒有三個 但是因為你會發現上面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換行 因為它上面好像會 因為行跟行 它多多 啊怎麼辦 如果你要把這個開頭這個換行拿掉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什麼 之前我們有講過了 一個點什麼 點strip strip 我印象中只要加個這樣子小瓜 strip就是去 去頭去尾的意思 應該有印象吧 這個方法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不會就去掉了 strip掉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 不是有可以嗎 對不對 你就 所以比起來的話 好像 如果用 找 fine op 跟fine body 好像用fine body 比較聰明 有沒有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喔 特別是喔 爬從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沒有說你一定只能這樣爬 沒有啦 反正我爬這個跟 爬外面跟爬裡面的結果一樣 那我一定選擇那個 程式最短的方法來爬吧 不要沒事的話 像我的同學喔 寫得太內部的那個標籤了 有沒有 他可能找的是什麼項目符號那個標籤 結果發現呢 爬起來的效率很差 所以他一個一個一個的去找 OK 那當然爬起來就很慢了 你不如找外面一點的 他外面的結構 如果找到那就直接爬出來 所以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待會兒 所以我們就大概了解一下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再來看一下那個練習範例二 所以特別是喔 這個是範例一是最簡單的一個網頁架構 那範例二的話呢 其實就是抓什麼 抓那個 除了說有HTML之外 另外還有CSS CSS的話呢 裡面就是 比如說會多什麼東西 多ID 有沒有發現 ID等於什麼名稱 意思就是這個P這個標籤本身 它還會多一個所謂的標籤 它的ID 它的什麼 它的名稱 OK 但是不見得每一個網頁都會加這個ID 這個ID不是必要的條件 另外還有什麼呢 還有Class Class的話呢 就是它的類別 那類別就我剛剛講CSS OK 一樣 但是也不見得說呢 一定會有這個Class的東西 但如果說我有這個ID或Class 那我要抓該怎麼抓 比如說這邊有 我是段落1 如果我要抓這個資料該怎麼抓 我要抓這個資料該怎麼抓 然後一樣請各位待會兒 一樣把這個範例C 然後一樣開一個新的module 把它貼過來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取名叫比如說Sub02 那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我如果我要抓這個 我是段落1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我可以用第二種方法 一樣用Find Find 後面的話特別注意 多了一個所謂的字典 有沒有 如果它有ID的話 那你就寫這樣 大瓜符 有沒有 然後它的ID就是它的key 然後呢 後面的話有個body 比如說我今天要抓段落1 段落1 應該是P1 所以 這邊的話加一個P1就可以了 有沒有 如果是寫成這樣子 又多一個參數的話 那它就知道說 你要抓的是段落1 所以把它print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print 段落1就出現了 我是段落1 如果說要它裡面的資料的話 一樣 點什麼 點test 加一下 我是段落1 那就出現了 OK 我是段落1 那如果我要抓段落2的話呢 其實直接把這邊改 這樣子 批2 執行一下 我是段落2 有沒有 但是呢前提是 前提是要有這個東西 ID 不過 其實蠻多網頁都沒有ID的 那沒有ID 但是有的時候會多一個 它有class 比如說 我是段落2 假設它ID把它拿掉 或者是說啦 你如果不要把它拿掉 你要用class來抓的話 另外你可以把前面的這個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class 那後面的話呢 名稱叫什麼 名稱就是它的這個 放在後面這裡 有沒有 一樣是一個 所謂的字典 如果你用什麼 它的class是 紅色的 然後就把這個幫我抓回來 OK 試一下 執行 我是段落2 其實特別是說 如果是class 它有個特別的地方 甚至你這邊可以不用加 你直接給它 它顏色就可以了 如果你假設了以後呢 你的 因為class這個比較常見 一般的網頁裡面 通常會有class 那就把這個名稱 放到這裡 意思說 我要是p 而且它是紅色的 那就幫我把它裡面的文字列印出來 OK 這樣應該可以懂這個規則吧 如果這個規則清楚的話 以後你只要抓到要領 網頁上的東西 就很輕易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是範例二 兩個重點 一個是你可以透過id去抓 你也可以透過class去抓 不過class會比較多一點點 這個id我用的比較少一些些 但不是沒有 知道就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透過id跟class去抓取網頁上的資料 嗯